大家好我是协计器台的Jimmy 很高兴又见面 之前呢我们有拍过一个影片 就是隔音版真的有用吗 经过我们不科学不理性的实验呢 发现这些效果还不错 然而我们还有呢就是 我们之前有拍过吸音版的 环境空间架设的测试 我们发现效果也是很棒的 所以现在变成是有客人在我们下面留言说 我到底要吸音还是隔音啊 我会选择障碍也怎么办 我们吸音通常的环境是这样子 是用在说我们现在假设要录音或是欣赏音乐 然后有音源 然后呢有接受比如说我的耳朵或是麦克风 我要防止声音呢 从音源发出来经过墙壁反射回来之后 跟原来直接直射的声音之间互相干扰 所以呢我这边要吸收它的声音 好让它声音更为干净 隔音的部分呢则是 有的时候我不想要听到外面的声音 或者是呢我也不想要里面的声音传到外面去 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架设隔音版 来防止声音呢传导到外面 就这两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然而身为一个大人 当然是我全都要 于是呢我们现实呢 又经过了跋山涉水 又经过了 好这梗上是用过了 反正我们就是找到了 吸音隔音双效版 什么双效呢 就是它可以吸音又可以隔音啊 好有没有想 Q弹Q弹的 诶 跟隔音版看起来好像 对 87%像 多了吸音功能 好 那这个东西呢它有什么优点 跟当初的隔音版一样 它呢很方便就可以裁切 好所以说呢很方便说 你知道怎么样居家布置或者说 你要怎么样架设都可以 另外就是它后面是有背胶的 所以呢很方便就可以DIY直接粘贴 撕下就可以直接贴在墙上了 好非常方便 最后呢就是 它是防艳耐燃 而且是无甲犬的材质 所以使用起来非常安全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呢 我们就来实际测试看看 Go 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不理性实验室 好不理性的是我 但是我们这是要科学一点 之前有人说我们的测试方法不够科学 好没有在一个可控的环境里面 有四周这样反射回来啊 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隔音箱 这隔音箱的材质呢就是 好就这些隔音板 做六个面隔音板 来完成的 至于效果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噪音发声器启动 效果拔拳 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较专业的 收音环境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有比较专业的音源 于是我们就拿起我们的 宝贝球 送一个宝可梦 我们拿起我们的蓝牙喇叭 这时候呢 我们再拿出 我们的 专业音频测试软体 那这音频测试软体呢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现在所收入的音频 像我现在讲话音频 就正常的收进去 那到底准不准啊 我们先来一个 比如说440的一个痛调 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超准的有没有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宝贝球 不是 把蓝牙喇叭 放到隔音箱里面 然后呢 我们再把 好我们的音频测试机 跟我们的分贝器 放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用不同的材料 放在这边 那这时候我们要 放一个标准的照讯 比如说白照讯 在所有的音频 都是均衡的 然后呢 去看一下 它的音频变化 跟它的音量变化 好 我们可以再正式的实验了 然后我们开启我们的噪音 看它的显示是多少呢 噪音 按 将近80分贝 首先来我们的选手一号 就是我们之前确实有效的 隔音版 那这次的表现会如何呢 我隔 音量显示大概在63分贝左右 而且声音明显的变闷很多 接下来是我们的选手二号 也就是 说隔音效果并没有很显著的 吸音版 那效果实际听起来如何呢 我隔 我隔 显示大概在75到76分贝 真的效果没有到很好 接下来走算到我们的选手三号啦 就是我们的 吸音隔音双效版 到底它在 隔音的表现 有没有达到隔音版的效果呢 我隔 DVG显示在60分贝 Amazing 居然 不输给它了 以上 我们已经测完它的隔音表现了 实在是相当有趣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测一下它的吸音表现 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不理性实验室V2.0 反射式吸音实验 很长喔 主要就是因为说 我们呢 吸音的话 我们要藉由反射的方式 来去量测说 诶我这边 百分之百的声音出去之后 大概会有多少的声音 反射回来 藉由它的声音的差异 那我们这里面呢 一样放我们的噪音源 放在我们的隔音箱里面 然后指向性的声音呢 直接的打到这一个 现在是很硬的墙面 反射回来之后 接下来是 我们的专业录音机 以及 我们的分贝剂 还有我们的 评补分析仪 诶它当掉了 好 OK 评补分析仪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诶它的声音差异 记得各位等一下一定要把 耳机打开来 好 用专业监听耳机听 这样才能听得出实际的效果 好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直接把噪音打开 在没有吸音材料的情况下 分贝器大概在81分贝左右 各位记住先来音频咯 好 我们现在先来测试 选手一 也就是 说吸音效果没有什么效果的 隔音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 我放 分贝器显示在80.5分贝 接下来呢 我们来测试选手二 也就是呢 应该有吸音效果的吸音版 好 这种薄的吸音版 它的效果如何 我放 分贝器显示大概78.6分贝 分贝器显示大概78.6分贝左右 接下来我们来迎接我们的选手三 也就是我们的吸音隔音 双效版 我们看一下 它在吸音的表现上表现如何 我放 分贝器显示在77左右 不知道各位呢 有没有一个好奇的事情呢 那就是如果我们直接放隔音版 在前面再加上吸音版 效果会不会跟吸格两用版 吸格双效版效果差不多呢 我们来测试看看 我放 好 像我两片都放上去咯 分贝器显示大概73.4左右 经过刚刚的吸音测试 是不是觉得 吸音隔音双效版 其实还蛮强的呢 那还买之前其他的干嘛 哦不是啊 其实呢 我们真正的吸音的环境测试呢 应该是要整个空间的改造 包含说 反射角度啊 第二次反射啊 三次反射啊 这些东西 整个环境的改造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自己的 解释出任务呢 是整个空间 去做调整啊 设计的 那我们之前会不会有 解释出任务之 吸音隔音双效版的改造呢 记得订阅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的实验呢 就这样结束了 各位还记得刚才效果怎么样吗 不记得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听 隔音的测试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听 吸音的测试效果 好 所以你自己心中有底了 它的差别在哪里 如果还是不知道 怎么样选择呢 没关系 来欢迎来下询我们 现实的线上客服 或是直接来我们现场 来实际聆听 想要看到更多 这类评测效果吗 想要知道这些东西 到底好不好用吗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不要忘记 按赞分享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